大哥 巡邏袁警站在一輛轎車旁 不斷拍打車窗 車內完全沒有反應 駕駛好像睡著了 一動也不動 袁警右敲右拍好一會 接著打開車門 發現男子已經沒有 呼吸心跳 救護車抵達現場後 男子明先死亡 急救無效 二十三號中午左右 這輛白色車子 緩緩開來 微停在店家門口 怎麼知道這一停就停了一整天 直到二十四號凌晨兩點四十五分左右 袁警巡邏時在中華路和平路口 發現一輛白色轎車沒有熄火 還微停在紅線上 袁警警覺有意上前盤插 多次拍打車窗卻一直沒有回應 後來發現駕駛座車門沒有鎖 打開車門這時才發現 車上男子已經陷入昏迷 那救護人員到場之後發現 男子已急救無效明顯死亡 那我們後續就直接聯繫家屬 死因有待釐清 死者五十一歲王姓男子 有過一段婚姻 前陣子才離婚 上有一個哥哥住在台北 警方通知前妻和家人後 初步相驗結果顯示 王姓男子無外例外傷 疑心因性休克 但真正的死因 還是要等結果出爐才會知道 只是在市區圍庭超過半天 又沒有熄火 沒能及時發現男子吐死在車上 TVBN新聞高雄林家文花臉採訪報導